第八组实验人物的故事 本次的主角是小丑 小丑是尖弯者 同时也有着对应的求人者人格 所以我们连同枯击小丑信息一起分析 但枯击小丑是没有推演系统的 实用性也跟小丑一样 有用的信息只有传闻里的背景介绍 和策划设计思路 回顾上期视频 我发现有部分小伙伴搞不清游戏里有多少个小丑 这里先说明一下 首先尖弯者小丑和求人者枯击小丑是同一个人 也就是求客 而色籍就是马戏团另外一名小丑 一开始把武女从胡锦村拐到大城市里的那个 也是家暴武女的那个 只在剧情和枯击小丑的批语里出现过 游戏是没有证明角色的 而魔术师叫色围 不关他的事啊 大家别搞混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吧 小丑也是枯击小丑 本名求客 也就是Joker的音译 关系网上写着年龄是20家 这个年龄我们一律按进入庄园那时算 可以看出跟武女年龄相仿 而监王者小丑的年龄 开始关系网上显示35 后面某次更新后删掉了 估计是官方觉得容易出bug就改掉了 毕竟小丑如果当了十几年的监王者的话 跟小丑结局和主线剧情是有冲突的 所以年龄这里我们敲定是20家 喜好里很明显地表示喜欢纳塔利 跟律师喜欢马莎一样直球 作为加入庄园游戏的第二名监王者角色 跟厂长一样保留了最原始的恐怖味道 设计者手稿里很直挫了当地表明了角色灵感 来源于蝙蝠侠里的小丑角色 最初是以电锯为武器设计成型的角色 极具识别度的红黑配色 加上惨白的咧嘴面具 配上电锯的轰鸣声压迫感极强 说到这里 早期入坑的小伙伴都在以前新有教程里 被小丑来过几个下马威 不过考虑的小丑角色 第五人格是个全年龄项的绿色健康 小青星大型真人心上交友游戏 小丑也跟厂长一样遭受了同样的待遇 真临可布的狂笑面具 被换成了萌萌哒可爱滑稽的微笑面具 现在都笑不露齿了 嗯好吧 还是露了一颗的 还是原来缺的那颗 武器改成了火箭筒 电锯只能埋藏在心中念念不忘了 原来在设计手稿里的笑气被挂也去掉了 不过模型一直没有实装过 幸运的是这个设计后续以某种形式 在蜡象师身上得以重现 看为哭气小丑这边 可以看作是弱不禁风版的小丑 但其实这才是他真实的样子 戴有斑点的红围巾 与小礼帽这两个特征物与小丑保持一致 甚至帽子上还多了一朵小花 相当角色的内心深处 不起眼的善良温柔 腰部挂着设计脸同款的微笑面具 右脚的甲肢也跟小丑相呼应 脸上微微落落的表情 说明哭气小丑一直看人的脸色力来顺受 在哭气小丑角色设计出来之前 玩家们猜测球克的脚是表演的时候露眉的 因为以前有个随身物品叫脚踝终结者 描述里说到看到他一身尖刺 就明白了小丑另外一只脚的下场了 但从褲子小丑策划设计思路里可以得知 球克右脚是先天激情的 脸也是伸下来就阴云密布的 而球克这种不讨喜的残缺 在父母眼里却是摇钱术 那一瘸一拐的样子容易引人发笑 于是球克的父母便早早把他送到马戏团里 俗话说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球克在台上用身体缺陷取悦观众 淹没在哄笑声里的同时 又何尝心里不是默默留泪呢 值得慰藉的是 收尽能演的表演能为球克争取到一些地位 在小丑的角色介绍里可得知 球克曾经是马戏团里的顶娘柱 是比色吉跟舞女要更早来到马戏团的 不过顶娘柱的地位也随着他们的到来而结束 英俊的微笑小丑色吉与信任师舞女 很快给马戏团里的表演注入了新鲜血液 球克与色吉就像普克牌的两面 色吉作为卡面的王牌 在台前收获着鲜花掌声 而球克则如卡贝一样 渐渐无人在意 每当球克伤心失忆的时候 一手小丑波尔卡 总能让他在往日里的温暖寻求安慰 而球克看着舞女跟狮子的合照 明白自己也不可自拔地爱上了这位美艳女子 时不时为舞女包扎伤口 他很明白 他早已名花有主 面对各方面都比自己强的色吉 球克心里涌现的更多是自卑与不甘 一想到自己天生残缺的右腿和不讨喜的哭丧脸 又哪有资格跟别人比呢 一边承受着单相思之苦 一边出卖着自己的尊严换取他人的愉悦 甚至大家对他的表演开始表示厌烦了 本来就虚空干涸的心灵被生活的徒对浇灌 变得更加荒芜了 即便如此 他还是强忍着情绪让自己振作起来 自己骗自己也好 也得放声大笑 直到一天 球克看到舞女背后全是伤痕 黄雪跟射击大吵一番 刺激看到舞女去过球克帐篷后 心生歹记把枪水混到了球克的化妆品中 球克惨遭毁用 而这时 岩为了从马戏团里退场 寻求杂技演员的帮助 制造了一场火灾来混淆视听 好让自己脱身 好巧不巧的是 球克脸部烧伤毁用的事情 也因为火灾掩盖过去了 大家都觉得球克的脸是因为火灾不幸烧伤的 按照球克的性格 估计他也不会为自己辩解 即使辩解了 也没有什么人选择相信他 射击剥夺了球克赖以生存的脸孔 这下 球克也没有办法表演了 现在他像是插最后一根稻草 就能被压死了骆驼 最终 在一次嘉莲华中 射击酒后暴露了自己的恶行 球克听闻后终于爆发了 把射击杀害 并把他的脸戴在了自己脸上 看似戴上了面具 使则摘下了面具 自己所拥有健全的身体 名气 地位 甚至拥有的女人 都是球克一直渴望 但无法触及的事物 这场嘉莲华生会 是由巴利尔伯爵举办的 而这一天晚上 月亮和公园将彻夜营业 并且关上了大门 让人们尽情地在这里狂欢 这时的球克 精神状况已经十分的癫狂 面对嘉莲华 人们成群结伴欢乐无比的光景 再看自己 如此的可笑悲惨的境地 心理的不平衡达到了极致 刚刚手刃完设计的她 渴望着更多的鲜血 只有将人们刺耳的笑声 变成哀嚎 她才能感到满足 于是球克挥舞其手中的电锯 上了一个又一个 无故的灵魂奔去 巫女或许是察觉到 人群中一样的尖叫声和哭喊 混乱开始时 跳进了月亮河 顺着水流 从城墙下逃出了公园 由于月亮河公园城墙高耸 加上大门紧缩 人们无处可逃 像是困在羊圈里的羊一样 被混入其中的狼撕裂蚕食 屠杀结束后 球克看着牢笼里的狮子 意识到了 无你早就逃之夭夭了 狮子孤零零地等待着主人发二司令 而这一刻 刀印在球克眼里的不是狮子 而是自己 跟他不同的是 球克冲破了自我的牢笼 走向了疯狂 在月亮河惨案中 宣传马戏团的其余几个人 也阴差阳臭的存活了下来 蜘蛛被伯纳德赶了出去几天 杂技演员则是为了掩盖 枪水被偷的事实出去扫货了 而野人则是提前离开 除了舞女 其他人是没有参与到嘉莲华当中去的 从此之后 月亮公园这个地方 人们对其文之色变 之后就到了庄园主 以剧目表演的名义 召集宣传马戏团众人的时候 对着庄园主安排着剧目排演规则 其他人一开始都以为是一场纯粹的表演 但小丑察觉到了庄园主的真正用意 在小丑二三年生日信上 有这么一句意义不明的童谣 密奇·包登拿起斧头砍了他爸爸刺识下 当他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他砍了他妈妈刺识一下 这种民间童谣 原于1892年一场发生在美国的谋杀案 安德鲁·杰克森·包登 是一名成功的应急商人 他的第一任太太死后 他结识了艾比·杜菲格林女士并再婚 但是包登先生的两名女儿 小女儿密奇·包登 与长女艾玛·包登 并不再见这位继母 不过不影响安德鲁与艾比之间的感情 直到有一天 腹血的头部被人用斧头 重击十一下至此 他的一只眼睛被干净蜜落地分成两半 表示他被袭击时正在睡觉 而继母比他早一个半小时遇害 他在二六的卧室中 头部一被人用斧头重击十九下至此 警方随后展开了更加深入的调查 然而 调查后的种种证据 却都指向死者的小女儿 据附近的药店的老板说 密奇曾在他那买过毒药 他的继母也曾对医生说过 密奇试图杀死他 旅庸也有执政过 与安德鲁回来开门的时候 听到二楼传来密奇的笑声 而此时 密奇已经遇害了 最可疑的是 密奇向警方提供不在场证明 也就是去马房收的东西 通通都是非常明显的谎言 警方调查马房时 发现马房落满灰尘 根本没有人来过 现场搜查到一次凶器的无冰斧头 没有发现到血迹 断饼剩余的部分也没有找到 然而尽管有这些线索 除了正体 小主看到这则庄原主留下的诡异童谣 已经隐隐能揣测到专人主安排这场表演的用意 日记里用上了过关的字眼 说明肯定得有人淘汰 留意生日信里的童谣有两篇 而后半段写的四个孩子 分别对应了其余四名角色 求个就是童谣里代指的第一个孩子 也是最先行动的人 生日信里很清楚地交代了 他要选取一个最容易被人忽视的角色先动手 而这个角色便是之初 瓦尔莱塔 考虑到之初的个性和别人地位 也就是童谣指代的第二个孩子 最后之初的结局也确实沉默在了冰天雪地里了 第三个孩子 指代的是杂技演员 因为他是最重视马戏团大家庭的人 来庄园复仇的目的也十分明确 第四个孩子指代的是舞女 舞里曾经塞过指条向求客求助 虚利避害的性格也使他远离坏人寻求保护 最后一个孩子则指代的是演员 他是这场游戏最后的幸存者 由于舞女察觉到杂技演员想要加害他 他找到了球克寻求保护 而球克也将代表结盟的信物 发音和交托给舞女 舞女也将香水的事情跟球克说了 第二天球克便实施加害蜘蛛的行动 他必须一步步淘汰掉身边的人 这时的球克仍然有保全舞女的准备 在生日性的最后称呼起了他在马戏团时期的名字 但是蜘蛛的死迅速激发了两波恩的矛盾 舞里萌生出了逃离球克的想法 已经习惯用暴力手段解决一切问题的球克 发现事情并不如自己预期中发展 即使没有药物的作用下 他依然采取了最极端的方式 获取最想要的结果 杂技演员和演员重现惨案的表演 彻底击破了球克最后的心理防线 他的一切伪装和曾经的屠杀恶行 在中国面前一览无遗 看着舞女像当晚那样遗弃狮子那样 再次遗弃自己 他也只能再次挥舞自己手中的武器 重复着杀戮 杂技演员的炸弹声和电锯的轰鸣声 响彻了庄园 在杂技演员的实验档案里可知道 球克面对再度失去的舞女陷入了消沉 或许舞女最终是死在了失去理智的球克手上 怀里随便失去生气的舞女 唤醒了球克最后一丝人性 失去了求生欲望和赢下游戏想法的他 万念俱灰 最终消失在杂技演员炸弹的一同毁灭中 小友球克生下来便是不幸的 没有在父母身上得到应有的爱 身体和心灵都是残缺的 在马俱团时 能充盈他荒芜内心的白月光 让他有了对生活的希望 爱的小心翼翼又卑微 可是毁勇与仪器的双重打击 让他走向了极端 最后也因爱生恨 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舞女从头到尾有真正喜欢过球克吗 恐怕真相都是残酷的 球克和舞女的感情线 在真理之下的剧情里得到了圆满 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弥补了部分玩家的遗憾了 小丑剧情部分就说完了 下面来说说他的原型 原型来源于2010年 由阿莱克斯·德拉·伊格莱西亚指导的电影 《伤心小号曲》 电影里的主人公设定和情节 都跟球克、色计和舞女三个人的相似程度极高 当然第五里面的两名小丑 比起电影中的造型是好看不少 电影里的主角 哈维尔对应球克 扮演的角色是枯吉小丑 色级对应赛级 对应的角色是马戏团团长和笑脸小丑 而女主角纳塔利亚则是对应舞女 擅长神操与杂技 电影背景故事处于1937年 弗朗哥政府时期的西班牙内战 哈维尔父亲的职业是一名小丑 由于内战被迫加入战场 随后军队吃了败仗被敌军俘虏 父亲临终前叮嘱过哈维尔长大后 要做一名枯吉小丑 因为他已经见过足够的苦难 不会再快乐了 几十年后 哈维尔来到一家马戏团 按父亲的话做了一名枯吉小丑 在这里他遇到了身材火辣的杂技演员 纳塔利亚并一见钟情 可惜的是 他的情人正是当时马戏团的顶娘柱 笑脸小丑 赛吉 赛吉被地理对纳塔利亚经常少不了打骂 纳塔利亚虽然承受着赛吉的虐待 但并没有恋头离开马戏团 他察觉到哈维尔对自己的爱慕后 也时不时的暗送秋波 有一次 纳塔利亚主动邀请哈维尔去游乐园玩耍 途中恰好碰到了赛吉 赛吉出一大发 当街把哈维尔打了个半死 哈维尔也住进了医院 纳塔利亚看到哈维尔躺在床上 被打成猪头样 表示 为了哈维尔的安全 他要断绝跟哈维尔的联系 回到赛吉身边 但哈维尔越想越起 便穿着病号服露了个钉 跑去跟赛吉算账 谁料 跑到赛吉帐篷一看 他正在跟纳塔利亚探究人体奥秘 忍无客人的哈维尔 抄起地上的小号 往赛吉的脸上招呼 赛吉也因此毁容 而哈维尔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 躲到了树林里 过起了如毛饮水的生活 随后哈维尔被一名上校所救 这名上校是当年杀害哈维尔父亲的那名军官 这名上校把哈维尔当猎狗使唤 让他用嘴给自己叼的猎物回来 而一旁的将军认为 这人不该受到如此羞辱 可是哈维尔并不领情 咬伤了将军的手 将军不让大陆把哈维尔关起来 隔日处死 哈维尔在球舰的地方发疯 认为纳塔利亚再次需要他解救 于是他在这个地方 给自己做了一件华丽的衣服 用剪液腐蚀到自己脸上的皮肤 再用熨斗烫出了两个鲜红的印记 冲出快餐店里胡乱开枪 之后他找到了纳塔利亚 纳塔利亚看到了哈维尔面目全非样子 心生惧怕 在两个人之间还是选择了赛吉 经过一番思想挣扎后 哈维尔还是决定把纳塔利亚强行掳走 赛吉则听闻后 一路打听消息追踪过去 途中偷了一把枪 并找到两个人 三人你追我赶 一路跑到了教堂实力架的顶端 两位小手撕打了在一块 慢慢的赛吉占据了上风 挟持住了纳塔利亚 并要求哈维尔跳下去 不过哈维尔攀附在了边缘 趁赛吉观察情况的时候 把他拉了下去 赛吉这时也死死抓住哈维尔不放 纳塔利亚则在边缘拼命拉住哈维尔 趁着两人僵持无法动弹的空道 赛吉踩着哈维尔的身子 重新回到施加尔边缘 为了摆脱赛吉 纳塔利亚利用缠着身上的红布 往下一跃 想顺带捆住赛吉的腿一同坠落 但下坠的速度远超于众人的想象 红布固定在俯首 不再滚动的时候 纳塔利亚被高空强大的拉力 拦腰折断而死 结局 哈维尔和赛吉坐在警车里 一人哀声痛哭 一人流泪大笑 总的来说 电影还是带有不少写点气质的 口味有点重 待遇下第五警命角色设定更有意思了 有兴趣的可以 还是不要搜了 剧情部分就讲完了 下面我们来说说时装 偏颇关系罕见品质 直接跳过 直接从独特品质开始 哭小丑时装并不多 连着一起介绍 虽然小丑默认时装被萌化 但其他时装还是以原本的面具设计的 球图 出自于第一赛季精华2 以前很多时装有球人的同名款式 估计当时已经想好后续出什么了 黑白条纹 经典球办服装 背后还有编号和姓名 黑色圣诞节 一般年圣诞节活动时装 圣诞经典红白配色服装 不过我想 应该没有人欢迎小丑 专烟囱给自己送礼物吧 说不定是来给你翻翻场子的 铁帽团长 圣源珍宝2时装 皮革材质与黑棕色加强形象厚用感 背上印着大章鱼 深渊特色与蒸汽朋克的结合 洛伊斯第16赛季精华3 孤月女校主题时装 时装里的描述或许就暗示了 她是把安娜推下楼的元凶 话说 这种校工不会吓到人吗 童年烙印第五人格与动物世界 联动限定时装 这个动物世界可不是中央台播的那个 而是由赌博默示录漫改的真人电影 之前也有过同名真人版电影 腾元龙也是主演的内部 国内翻拍这个动物世界 算是将漫改和真人之间的调性 把握得不错了 不过我还是推荐各位去看动画原作 虽然曼封看起来歪瓜裂早的 但剧情和演绎属于是一流水平 评格先生与歌手 出自第二赛季精华2 虽然叫粉色先生 但我觉得这套服装的配色处于紫色 和粉色的叠加态 黑色立圣与红色蝴蝶结 搭配起来很有街头黑帮老道的感觉 而歌手则是变成黑白换色款 一看就知道搞死亡重金属的 森林看守和禁地护卫 六个赛季精华1魔法学院主题时装 最醒目的当属一圈浓密的大胡子 也吸引人拉他共存 出人一圈是外表吓人内心温柔的内心 三分手 第十赛季精华2餐厅对决主题时装 松口的小猪闻着Bite的英文 腰部挂着两片五花肉 就像初中班主任把钥匙串挂在牛仔裤上一样时髦 郭小手这边一只 右腿一只换成了木头材质 整体服装格调上了个档次 看起来比默认时装更加正式 到奇珍时装 道小人 第赛季精华3时装 浑身冒着火光 手里的火箭筒改成了小风车 展示抛起动作里既有小丑的滑稽 也有尘案家的搞怪 这动作叫皮皮波卡 不过分吧 橘炉第15赛季精华2糖果乐园主题时装 炉身与小丑特色的机械化结合得十分完美 钢铁的厚重感与小丑的狂气都体现出来了 一嘴尖锐的钢牙与胸口溅出的火苗 令小丑更像是个无情的杀戮机器 武器换成火炉 音效也做得不错还能打破第四面墙 竖型背景版 第18赛季推理之境获得 乍一看像个野草重生的路牌 脖子上挂着鸟窝 手里提的的是鸟窝 展示动作会有个小鸟出来与小丑互动 里面还会冒出花朵 这幅场景反复像是温柔的格鲁特与自然和谐共处 脸上那僵硬的笑容看起来也变得十分和尚 小丑 你好温柔 虎一小丑这边炮弹飞船 圣渊珍宝6限定时装 手出量动作分别致敬的电影 从地球到月球和月球旅行记的片段 银色羽羊服和各种暴露的电线很有原子 彭克的风格 腰部的面具则是致敬月球旅行记中经典的形象 相信只要你看过这个怪蛋的月亮 就很难从脑海中挥走 烟花盖衣 第21赛季精华2水晶宫系列实装 帽上插着火箭形状的仙女棒 头发的边缘设立成类似刚点燃的影线效果 一只换上冲天炮 这下真就二踢脚了 很好的把烟花商的特点展示了出来 烟花盖衣心中的水晶烟花秀 梦想是为了某位剧团的旅演员 而这位旅演员很大可能就是金强威剧院的克罗托 估计大家都知道是谁了 蚕食者 第26赛季精华2通天之塔主题时装 主题剧情里设定的蚕食者是一名混血儿 所以你能看到发色和服装都采用的镜像对称 右上下错开的黑白配色 头上一对兔耳朵搭拉了一只 嘴角戴有伤痕隐隐刺痛 一只也是高塔的样式 提升品质说完了到稀释品质了 异界行者深渊三珍宝获得黑烟状的头颅和幽绿色的五官表明它是来自异界的存在 首周的能量球自在地换回成武器上的触手 背后长路的幽碎黑洞也十分帅气 难怪能俘虏大部分玩家的心 精致的笑容又称网易的笑容 累计充值七万五千回升与先知另一款细数时装二选一获得小丑含金量最高的一款时装 包装箱里几个大手扒拉着后背 脸上的两只手使你笑颜常开 时装描述里说到 神要求金钱的受试者永远微笑 但他因为太过空虚而无法快乐 说明课金的时候如果太容易抽到了想要的时装就很快空虚 而保底的人则像这款时装里的小丑一样暴躁无比 还止不住的暴金币 所以无论如何都要笑着玩第五人格 不然笑容就会跑到屏幕的另一边去了 小丑黄 商城直接购买 相信这个服装花色与发型对于常玩斗地主的朋友并不陌生 而普克牌里的Joker是凌驾于四个King的牌面 这款时装提取了普克牌里的标志性元素 加以重新设计 既有黄的发型也有小丑的服饰 特色鲜明 变脸王 23年春节限定西式时装 附有随身物品 乾坤带 时装里的形象参考着穿剧《白蛇传》中的紫金劳博 加入兔年元素 从松前和披风上的翔兔花纹可见一般 金边翔云图案显得喜庆又威风 手中的翔某柱配合穿剧变脸的表演令人印象深刻 最后到亏小丑的西式时装 期货之宴 第20赛季精华3限定时装 这个时装采用的折纸为主要元素 以海燕和灯塔为象征物 寓意着丝香与乘风破浪的勇气 金色卡纸的材质赋予了这套时装精致的手工感 凸显折纸透用的棱角与折纣 相愁的气质跟亏小丑的个性相辅相成 放在手上把玩也没有违和感 好啦 时装讲解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能看到这儿 有遗漏或者有错误的地方 欢迎大家弹幕和评论区补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